临粉云秋山 近中平遥古城 中国山西 尽善尽美 非方召会不予接受 将其退回 状告中国遭冷遇 外媒分析 菲律宾在唱独角戏 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卸任演说 执政期间朝韩关系持续恶化 外界分析 后任总统朴槿惠的对朝政策 既不阳光 也不施压 韩美举行反潜联合军演 这是韩美本月第三次联合军演 朝鲜党报声称 军演将加剧半导紧张 中国企业正式接管巴基斯坦瓜大尔港经营权 外媒表示 若完全开发可强化巴基斯坦的对外贸易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巴合作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 中国空军三种机型展开突防 突击 对抗空战等 昼夜高强度连续飞行训练 中国黄河以南多地降雪降温 江苏 安徽降下暴雪 铁路 公路 民航交通受到影响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有消息说 中国已经将菲律宾方面 就中非南海争议提请国际仲裁的通知予以退回 对此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 在今天例行的记者会上证实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克卿 今天约见菲律宾外交部的官员 表示 中方对照会及其附属通知不予接受 将其退回 我们来看报道 红磊指出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 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同时 从维护中非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 中方一贯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 中方一贯主张 通过双边对话谈判来解决有关的争议 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的合作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有关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领土争议 这也是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做出的承诺 红林表示 非方有关召会及索夫通知不仅违反了这个共识 而且在事实和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 还不含许多对中方的不实指责 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克卿今天约见菲律宾外部官员 表示中方对该召会及索夫通知不予接受 并将其退回 我们希望菲律宾方面恪守承诺 不要采取使事件复杂化 扩大化的行动 对中方提出的建立两国海上问题磋商机制 和重启两国建立信任投资机制相关的提议 做出积极的回应 回到双边谈判 解决正义的轨道上来 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却想在联合国混淆视听赢得不应贺之声 结果是无人问津 媒体认为菲律宾唱的只是一出独角戏 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菲律宾外交部于1月22号召会中国驻菲大使马克卿 发出声索通知和声明 指菲律宾将要求国际仲裁法庭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裁决中国的领土主张不合法 1月26号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称 中方船只近期两次驱逐 进入黄岩岛海域躲避风浪的飞鱼船 飞方因此决定把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先后回应 重申中国的南海主权 并敦促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反应是 解铃还需寄铃人 他说 非中两国应当以和平友好的对话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如应会员国的请求 联合国可谓解决这一分歧 提供专业和技术支持 但是归根结底 这些问题应当由相关各方解决 越南及其他声索国反应十分谨慎 东盟国家对菲律宾举动也没有表示附和或者是支持 东南亚媒体则认为 菲律宾的单边行动具有挑衅性 威胁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局 进一步挫败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努力 东盟其他声索国不会步菲律宾的后尘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国际化 做文章 花样可谓是不断的翻新 不久前 菲律宾提出要举办东盟声索国论坛 遭到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婉拒 去年东盟外长会议因为菲律宾建南海问题搅局 首次未能发表联合公报 尽管菲律宾一再呼吁东盟支持其行为 但是一再受挫 结果只能是自己越来越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今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宣布 2月23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作为胡锦涛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的特别代表赴韩国出席韩国新任总统朴锦慧的就职一事 而即将韩国总统朴今天上午在总统府发表了卸任演说 他表示五年执政期间的功过将交由历史去评价 对他本人来说这五年是人生中最艰难却最有意义 最为光荣的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报道 在演讲中李明博说执政五年的功与过交由历史去评价 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韩国不再是边缘小国 而是世界的中心国家 而且今后会继续向前发展 他呼吁朝鲜与韩国展开对话 并且表示相信朝韩统一不是一件 李明博还利用最后一次机会 再次批评朝鲜和实验及火箭发射活动 李明博还对亲取亲信的腐败事件道歉说 他本人肯切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道德缺陷的政府 但因身边的事情给国民带去了忧虑 对此深表歉意 在演讲最后 李明博向后任总统表警惠和新一届政府献上了祝福 李明博 放弃了前两任总统的阳光政策 此后朝韩关系不断的恶化 我们来看新闻回顾 李明博上任后 以务实政策取代了前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炫 长期推行的阳光政策 提出无核开放3000的对朝政策构下 即朝鲜要放弃核武器 实行对外开放 韩国则将帮助朝鲜 把人均国民收入在十年内提高到3000美元 此后朝韩关系不断的恶化 朝鲜采取了包括 驱离开城公园园区和金刚山旅游区的部分韩方人士 中断金刚山旅游 禁止朝韩铁路通行等一系列措施 除了摒弃阳光政策 李明博还在外交上更加靠近美日 尤其是在2010年天安号事件后 韩国与美国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军演 这些举动被朝鲜视为十分危险的军事行动 引发了朝鲜更激烈的反弹 此后朝鲜方面多次强硬表态称 只要李明博存在 北南关系就没有任何希望 朝鲜永远不同李明博政府打交道 李明博已经卸任韩国总统 而后任总统朴景慧将采取何种对朝政策 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朴景慧在竞选成功后曾经强调 他将利用积极威慑来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 但他同时表示 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持开放的态度 朴景慧还曾经表示 他将努力在两位前总统备受批评的对朝政策中 找到中间立场 那就是卢武炫时期无条件地向朝鲜提供援助 以及离任总统李明博 把朝鲜当作对手之间找到中间立场 外界分析 朴景慧对朝鲜政策既不是阳光政策 也不是施压政策 而是选择第三条道路 按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计划安排 韩美从今天起到24号 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反潜联合训练 韩美两国商定 自2012年开始 每年定期举行反潜联合军演 以应对朝鲜潜艇威胁 此次韩美反潜联合训练 韩国方面将出动 适中大王号 利古里尔号等宙斯顿驱逐舰 以及1800吨级的护卫舰 1200吨级的巡逻舰等 十余艘舰艇和P3C海上巡逻机 美军也将会派出海上巡逻机 韩美军方将进行多项海上和空中训练 包括探测和追踪弹道导弹 探测敌方舰艇和应对鱼雷攻击 海上巡逻机侦察及攻击训练等 韩方强调 通过此次军演 韩美可提高协调配合能力 同时具备有效应对朝鲜威胁的能力 在2011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 韩美海军会议上 韩美两国决定从2012年起 韩美将每年定期举行反潜联合军演 从此前演习所选地点来看 无外乎是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或东部海域 针对朝鲜的意图不言而喻 这也是韩美军方进入2月以来 为应对朝鲜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军演 此前 韩美分别于本月4号和14号 举行海军和空军联合演习 对此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 18号再次刊文 指责 韩美密集军演是不可容忍的军事挑衅 反潮制裁和军事挑衅 将加剧紧张局势 甚至会将半岛推向战争 而韩国的一些和平人士 今天前往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 要求韩美停止军演 与朝鲜展开对话 而不是制裁 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超合问题 发起此次集会活动的组织者表示 随在朝鲜进去进行第三次核实验 国际社会纷纷酝通过制裁 进一步向朝鲜施压 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反而令半岛局势一步步陷入危机 集会民众还对代号为 关键决心和突救的 韩美年度联合军演表示抗议 认为这种行为将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 集会民众要求韩美 停止举行联合军演一类的挑衅行为 以对话代替制裁并停止对朝敌对政策 围绕着韩日争议岛屿 独岛日本称主岛 韩日两国争斗不断 本月22号日本岛根线即将举行所谓的 主岛日纪念活动 韩国外交通商部的发言人赵太勇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韩国政府坚决抗议日本举行所谓的 主岛日活动 并且敦促日方取消这个活动计划 日本媒体此前报道 日本政府将派遣内阁府政务官 岛靠安一子等18名国会议员 于本月22号参加主岛日活动 赵太勇说 已经看到有关日本政府人士和国会议员 计划出席活动的报道 若报道属实 韩方会觉得很遗憾 赵太勇强调 独岛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明确无误 是韩国固有领土 日本岛根线议会于2005年立法 将2月22号定为所谓的主岛日后 自2006年起当地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以宣传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 不过今年初期活动的 日本政界代表团的级别之高 阵容之庞大 却是前所未有的 韩联社对此评论说 日本政府高官参加所谓的主岛日活动 无疑将给韩日关系 带来不小的冲击 我们再来看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 珊珊晋府 今天中午抵达北京 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 珊珊晋府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会面 就朝鲜核试验 中日雷达事件等交换意见 作为日本外务省官员 珊珊晋府每年都会多次访问中国 但是由于朝鲜在一周前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以及中日雷达事件 作为六方会谈日本代表团团长 钓鱼岛问题日方谈判代表 珊珊晋府这次访问相当引人关注 珊珊晋府保持一贯低调 从抵达到离开并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而根据此前日本媒体报道 珊珊晋府这次访问 希望能够和中国政府朝鲜事务特别代表 伍大伟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兆辉 就朝鲜核试验 以及中日雷达事件交换意见 珊珊晋府将在北京停留三天 21号结束访华 而就在同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开始上任之后的 首次访美行程 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中日钓鱼岛争端等都将是主要议题 有分析就指出 围绕日中关系 日本政策似乎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与中方积极接触 而另一方面在钓鱼岛等问题的强硬立场 并没有改变 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 珊珊晋府这一次访华 是自去年11月中日两国中断局长级会谈以来的第一次 而中国外交部则表示说 中日两国一直以来都保持着接触和沟通 珊珊晋府这一次访华 也是作为外务省官员的一次例行访问 央视记者北京首都机场报道 日本前首相日中友好协会名誉顾问村山福士 日前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 他谈及一月底访华归来的看法是表示 自己一边担心着中日间紧张关系一边要去 而考虑到钓鱼岛问题一直被搁置的历史经过 日方应该郑重地与中方展开对话 村山表示访华回国之后 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 他认为安倍最近在国会打扁中变得慎重一点了 可能是为了不突然推高中日紧张关系而有所顾虑 对于村山谈话 他表示没有任何修改的必要 这个谈话对亚洲各国整体来说已深入人心了 1995年8月15号正值战后50周年 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 就过去的战争承认日本实行了错误的国策 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的人们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 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村山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 还就有关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上道歉的河野谈话发表了意见 他指出虽然找不到军队直接强征慰安妇的记录 但军队方面要求相关企业建造了慰安所 且慰安所是在军队的监督之下 该谈话是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事实关系而发表的 他以拜托自民党相关人士向安倍转达意见 他认为事到如今安倍不要再说多余的话了 我们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8号 巴基斯坦正式和中国企业签署协议 将巴基斯坦巴达尔港的经营权 转交给中国的海外集团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出席了昨天的仪式 我们来看报道 扎尔达里当天宣布 瓜达尔港的运营合约 已经从新加坡国际港务局 移交给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正式获得瓜达尔港的运营权 扎尔达里表示 合约的签订 为巴中两国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将为巴中关系的发展赋予新的动力 巴方官员说 该港口合同对于巴中两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也成为巴中深层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巴基斯坦媒体认为 如果完全开发 瓜达尔港能将中亚和世界其他部分更好地连接起来 能使大容量的货船驶进主要的海洋 强化巴基斯坦的对外贸易 为其带来大量经济利益 此外 瓜达尔港工程还能为当地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 改善笔鲁之省人民的生活 有评论说 瓜达尔港是中国实现能源安全 拓展海上通道的重要支点 战略意义深远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今天表示 中巴是友好邻邦 中国企业接手瓜达尔港的经营权 是中巴经贸合作下的商业项目 是两国互利友好合作的一部分 中巴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利于本地区稳定于发展 巴基斯坦的海岸线长约700公里 瓜达尔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深水港 来看新闻链接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之省 距离港口城市卡拉奇大约600公里 毗邻巴基斯坦和伊朗边界 濒临阿拉伯海 距离世界上主要运游航道霍尔木兹海峡 400公里 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难得的深水两港 海湾地区的石油运输船只 绝大部分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 瓜达尔港因靠近霍尔木兹海峡 而具备成为海上能源运输枢纽的潜力 不过瓜达尔港在本世纪初 依然是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小码头 2002年 巴中达成联合开发 瓜达尔港深海港口的协议 由中方贷款资助分两个阶段兴建完成 2007年 瓜达尔港运营权 由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拥有 为期40年 遗憾的是 此后数年 瓜达尔港运货量连年不足 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 经营难以为继 有专家指出 瓜达尔港如果运营良好 将成为阿富汗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内陆国家 最近的出海口 担负起这些国家 连接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阿曼 阿联酋 伊朗和伊拉克等的海运任务 成为地区转载 仓储 运输的海上中转站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18号 中国空军各航空兵部队 按照统一部署开展截后训练 华北某军用机场三种机型 在空中展开了突防突击 对抗空战等科目 拉开了舌年飞行训练的序幕 我们来看报道 早晨八点 起飞线上一下架战机 整齐列阵 参加飞行保障的各类车辆和人员就位 歼10等三种战机 依次跟警划出起飞 到达指定空域待战 国产歼10战机 某型先进战机等三种机型 在空中展开了对抗空战 目标开加厉向着太阳逃窜 强烈的光线使掌机瞬间丢失目标 辽机迅速采取碧洋机动战备 再次跟上目标 并快速发起攻击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的是 对地突击突防和空空对抗空战训练 作为空军的应急作战部队 我们今年要执行的指令性任务比较多 所以一开年 我们就进行了大强度的训练 以保持和提高 我们部队整体的作战水平 夜间飞行训练完全在无光的条件下展开 飞行员通过飞行参数和导航定位系统 判定飞行状态和位置 依靠经验把握航迹 并通过观察空中情况和正确判读各类信息 及时修正飞行状态 晚上22点夜航飞行训练结束 接着从训练显示屏上看到 既定飞行课目全部按计划完成 人员参训率为100% 飞机完好率为100% 昨天上午的11点钟左右 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鱼洞村 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故 根据统计 事故造成6个矿工工棚被埋 5人失踪 今天上午的8点 现场再次发生了大面积的崩塌 塌方量大约10万立方米 塌方堆积物总计 已经超过了20万立方米 坍塌堤阻断河沟 形成燕色湖 强险指挥部正在加紧排险 由于崩塌山体 共发生了数十次崩塌 极不稳定 因此还不具备施救条件 我们再来看 受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结合的影响 昨天白天到夜间 江苏安徽等地出现了近期以来 最强的降雪天气 局部地区有暴雪出现 积雪深度达到了10到20厘米 普遍降温6到10摄氏度 我们来看报道 江苏中南部地区18号下午开始的这场暴雪 一直持续到19号凌晨 现在是夜里的两点钟 我现在在墙西小学上面 现在外面的雪是越来越大 边界扳着大风 现在墙边的已经成了一片雪白 经过吹上的碾压 已经有一些薄薄的冰在上面 为保证清晨市民出行 南京交管部门 安排了多辆洒盐车和铲车 对积雪道路进行清理 环卫工人也连夜加班清扫道路 受降雪影响 本来19号开学的江苏中小学将开学日期推迟到了21号 安徽中部的很多地区降雪量也达到暴雪级别 同城市的一些路段 300多棵树被雪压折 对道路交通带来很大影响 在云南省迪庆州 17号清晨到18号夜间的一场大雪 造成境内国道214线白马雪山段积雪的平均厚度超过1米 当地交通部门紧急封闭了这一路段进行清雪工作 19号白天降雪强度明显减弱范围也明显缩小 未来三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主要以阴雨天气为主 受江苏安徽等地大部分地区大到暴雪的影响 金户高铁沪宁高铁共有51趟列车停运 部分高铁采取降速运行 上海铁路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 为停运旅客列车的旅客做好改签全价退票以及换乘工作 济南铁路局临时加开了三趟动车组 目前受影响的车站没有发生旅客滞留 而受到大雪的影响 河南和江苏等地的部分高速公路临时封闭 长途汽车站的部分车辆停运 突如其来的暴雪也导致南京路口国际机场的跑道积雪严重 机场全部关闭 旅客滞留严重 目前路口机场的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来看一组短消息 18号南航一架由哈尔滨飞往广州的航班起飞后不久 坐在逃生门附近的乘客发现 飞机左发动机部分整流罩脱落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并决定返航 客机在空中盘旋耗油近两个小时后终于安全迫降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核实之中 吉林浑春林业局19号公布了架设在山林中的远红外相机 最新拍摄到的一批野生东北虎的视频和照片 由于目前中国野生东北虎已经不足20只 拍摄到的这些影像资料非常珍贵 这两段视频分别拍摄于2012年的12月16号和今年的1月3号 视频显示 这只东北虎两次在这里沿同一方向走过 这张照片拍摄于今年1月26号的夜间 是一只成年老虎 由于当时老虎经过相机时的速度过快 导致照片有些模糊 雌雄难以判断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19号上午10点46分 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 与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宁南县交界处 北纬27.1度 东京103度 发生里市4.9级地震 震源深度6公里 地震造成6人轻伤 1人重伤 此外 19号下午15点55分和18点25分 四川省宜宾市新闻县 拱县 长陵县交界处 北纬28.3度 东京104.9度 在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震级分别为4.5级和3.4级 均属浅原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012年11月12月 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587品 由上海善臣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进口的3P4 共计48.6千克 善臣婴儿配方奶粉 检出不合格 另外 从西班牙进口的2.8吨 喜乐宝幼儿成长配方奶粉 新超标 从美国进口的24吨 冻猪肾 检出 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从新西兰进口的1.3吨 黄油 均落总数超标 以上不合格产品 均被依法销毁 没有进入到国内市场销售 最后来看 南非残傲冠军 有着刀锋战士之称的 皮斯托瑞斯 今天出席保释听证会 面对检方的预谋杀人罪的指控 皮斯托瑞斯的律师 再次予否认 他认为 皮斯托瑞斯是意外枪杀女友 据美联社报道 检方当天在法庭 透露有关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 斯登坎普案件的更多细节 检方称 皮斯托瑞斯案发时装上假腿 从卧室步行七米来到浴室前 朝浴室门四次开枪 其中三枪击中斯登坎普 并致其死亡 浴室门事先被反锁 此后才从外面被打开 检方质疑 如果是窃贼 为什么要将自己反锁在浴室 并由此判定 这起枪击案 其实是早有预谋 皮斯托瑞斯的辩护律师则认为 这起案件仍有诸多疑点 不能仅凭这两点 就判定皮斯托瑞斯犯有预谋杀人罪 辩护律师坚称 这起案件并不属于蓄意谋杀 并要求法庭满足皮斯托瑞斯提出的保释申请 皮斯托瑞斯在听证会开始时 显得很镇定 但当辩护律师与检方 就惜是否是误杀争辩时 皮斯托瑞斯的情绪一度失控 与此同时斯托坎普的家人19号 将其一体火化 并为其举行葬礼 这起枪击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14号情人节的凌晨 皮斯托瑞斯向警方公认 他误将女友当成窃贼 而开枪射杀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认为皮斯托瑞斯犯有谋杀罪